最近呢 我们关注菲律宾呢 一个理由就是菲律宾老跟我们闹嘛 跟我们添堵 还有一个呢 他们家 菲律宾内部政治上有一些表 就是原来小马克思拉的那个 杜特尔特前总统的大女儿 沙拉杜特尔特来组合的 最近呢 看到他们这个内部矛盾是加剧了 所以呢 沙拉杜特尔特就离开了那个 持续了教育部长 还有其他几个兼职 但副总统位置还在 所以那个就国家这边还在 但是内阁那边 就暂时两家就分手了 这个 那么这个首先还是他 我估计是他内部的意义 这个跟中国的政策有没有关系 应该有点关系 是吧 杜特尔特执政六年 中华关系总体非常好 我相信杜特尔特也把这个良好的中华关系当作一个遗产的 结果遗产给破坏成这个样子 他还挺心疼的 跟中华关系应该有一点关系 但是我直觉应该不是主要的 主要应该还是他们内部啊 那个政策意见不同 政治意见不同 后面就是利益不同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有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啊 沙拉杜特尔特退出那个只保留副总统位置 那么至于说下一步的影响 反正讲现在看不出来 这个因为我们前面反复讲 菲律宾本质上是一个部落社会 对不对 就现在 按照西方建立的这些这个制度啊 它作用很有限 实际的社会管制 社会的管理 甚至一百多个家族在管 对不对 所以顶多是什么呢 我觉得政策影响就是杜特尔特家族 和那个小马克思家族 利益有冲突 是吧 出现了分裂 对 当然对小马克思总统 现在的地位有一点影响 但这个影响应该还不是致命 而且他们两家 我觉得也没有走到公开的试破脸 否则那个萨拉杜特尔特就 就副总统也不干了 所以应该讲就是他们下面斗得很厉害 但面上的和平还是能够维持的 那对政局影响大概就是这个 就小马克思总统的权威 影响力略有下降